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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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晚大球場上演香港對馬來西亞的 亞洲會外圍賽 跟大家分析一下雙方球員的鎮營 背後的球迷有甚麼部署 各位觀眾,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快點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 國歌法看來都是按住 以前的先例在國旗和國徽 我們都定立本地法律 都是用一個本地立法來的進系 我們剛剛通過了國歌法 第七條就是要求 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要背向背著國旗就等於不尊重國旗 當然在奏唱國歌的時候 他們發出一些藐視的聲音 嗨他 這個情況 簡直是貶選了國歌的奏唱方式 賽事在香港舉行的 現在香港沒有國歌法的行為 也不構成為法 香港的人權法第十二條 香港的刑法是不可以有追索力的 看回我們這一條的國歌法 傳聞 他只不過只有十六條 跟其他的法律不同 如果政府是將他排在立法會議事之前 應該在六個月內可以通過 比賽開始了 國是完 要不進 要不進 那我都是用廣東話唱的 不是在香港 因為國歌是用普通話唱的 如果符合這個標準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以其他方言去奏唱國歌 哎呀犯了虧了 紅牌出場